1. 一樣把公式減下來 2. 插入一個MID函數 所以我們在文字類裡面的話找到那個MID函數 那從哪個地方 所以第一個TEST給他 TEST指的是剛剛這一串資料 STAR LUMB的話有哪個地方決定 有這個的總字數 那總字數就LEN 所以在上面打先打LEN 錢瓜糊 然後去抓入職時間 有沒有然後他四個字 可是我要的是加一個冒號 再下一個所以加上兩個字就好 然後面的話我要幾個字呢 我要這麼多個字 那可是 像我剛開始想說 那我是不是要把那個總字數算完 然後再 推 後來發現不用 最簡單的方法 99個字 可是你想說沒有99個字 而且這個意思就是說 反正我不管後面有幾個字 我全部都要抓 因為他剛好在右邊嘛 所以呢右邊你就給一個 超過那個長度的 字數 這個數字就好了 但你要999也可以啦 不過好像太多餘了99就夠了 意思是後面的 這是一個小技巧 有的時候其實你為了要算那個東西你給他想很久 所以你可以想一個 取巧的方法 後來發現這一招最簡單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當然 入職時間就OK 可是呢等一下有可能會向右 所以向右的話呢 藍位的名稱 他勢必要把 D1變成E1 對 那所以呢如果你現在按確定 理論上應該是 會WALK 他會自動抓到 但是如果你向下的話會不會WALK呢 基本上好像就變亂七八糟 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要考慮到一點 就是LEND1 我們要固定在他的D1 列 向下他變2了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把D1的E鎖起來 但是D呢能不能鎖 不能鎖 因為你鎖的話 這邊是四個字這邊是兩個字 OK 所以如果說假如全部四個字就好搞 就是這邊 字數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不能鎖 他會自動再去抓其他欄位 所以記得這邊把它鎖起來之後 按個確定 再向右 再向下 全部的事情就做完了 OK所以這樣的方法應該是比較簡單的MID 當然你還可以用 REPRESS 其實REPRESS也是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REPRESS好像沒有 MID來的簡單 所以你也許記也許就用那個MID 另外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 把剛剛的方法 假設 假設改成什麼 改成REPRESS的話 其實方法差不多啦 多學一個函數而已 減下來如果你要REPRESS的話 一樣文字裡面有個REPRESS 那REPRESS實際上我意思就是說 要 把 把ODER TEST原來的文字 取代成什麼呢 STAR NUMBER給 1 那NUMBER CHOICE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 其實這個REPRESS主要我們是用 要刪除哪些字的意思 從第一個字我要刪幾個字掉 REPRESS在這裡 在這裡 ANDRE NEW TEST是刪除的意思 這樣是取代的 可是實際上我是取代成沒有東西啦 那沒有東西 是說我要 刪掉 的意思 那我要刪掉幾個字呢 當然你可以根據什麼 就跟剛剛邏輯 LEN 上面 這邊的字 LEN 然後上面的這些字 這邊的話我們就LEN錢瓜 然後也是D1但是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冒號 所以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刪掉的字是 入值時間冒號 所以記得這邊加上幾個字呢 一個字 那個一個字就是冒號的意思 包含冒號也刪掉 因為我LEN是算入值時間嘛 他們這邊沒有冒號啊 所以會差一個字 所以差一個字的話呢 就是把一個字加上去 好那這樣子的話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入值時間 都被 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空的 那結果是看到什麼 2005年 有沒有 所以這樣子 其實就是意思說把前面幾個字刪掉的意思 然後呢 等一下也是要向右向下 所以你先把什麼 把這個E給鎖起來 然後按確定 其實向右 再向下 似乎結果也是一模一樣 但是 哪一個簡單呢 感覺好像應該是 MID的那個 稍微簡單一點點 不過這兩者 我想你可以 至少 都 都試試看喔 OK那所以第一個呢 請各位就是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部分做 我也有把那個MID這個 這個 就是 replace函數的結果也放在這裡 這邊給各位參考 另外當然等一下有時間 試試看喔 如果這個做完之後 那假如說你覺得 這個方法好像 意猶未盡 隨便你可以什麼 把它改成 上個禮拜講的什麼 indirect indirect函數 可不可以做到 當然也可以啦 不過 我也沒聽過 現在 我們有一個 某些人 在照天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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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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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